大家好,未来这十年将会有成一万亿的财富 从婴儿潮传承给子女或孙子孙女 今日的案例和大家分享的是 Tommy 和 Anita 五十岁六十岁左右 差不多有一千万的资产 都代表了其实有不少人在传承策划方面 是没有准备救好的 Tommy 本身自己是医生拥有医院诊所 而两夫妻都有一个中小型的生意 总共有三个孩子 他们联名有个自住的屋 有一百万的户惠基金股票和RSP 公司拥有的差不多六百万的资产 其实几年前都已经设立好个遗族 设立了伴侣将会继承对方所有的资产 当其中一个过身的时候 另外当两个过身的时候 就会将一半留给最小的一个 而另外的二十五、二十五留给大和二 你们试想一下这样做会不会有问题 其实是有法例保障每一个的孩子 都要得到一个平等的待遇 即是说当Tommy和Anita 想说留一半给最小的时候 剩下的四分一、四分一留给大和二 法庭是有机会不同意这个为族的 好,还有现在最小的将会结婚 和一个不太和背景的伴侣 即是说当他们的婚姻状况有变化的时候 就有机会令到Tommy和Anita的意愿 是无法达成了 那我就教他们了 首先是要列明写清楚 为何要一半留给最小的一个 原因就是因为他在五年过去 都有帮生意去维持去发展 另外,最要列明清楚就是说 那个遗产给到最小的时候 其实是给他去管理 在身后信托里面 这样就不会因为婚姻状况 没有变化而被人分了一半 因为处理好了 我还记得当时 Tommy和Anita的小孩结婚的时候 还请我们去喝 介绍给亲戚朋友吃 那晚整个家人都很感到 好了,其实你们每个人 都有不同的资产和不同的意愿 我欢迎你们 咨询一下我们,谈一谈 这样我们才可以帮你们做得更加好 相信你们对今天的分享也挺有同感 如果你想画得价值100元 维组及公司省税指南一份 或者30分钟的免费电话咨询 甚至想参加今个月的讲座 及1000元现金抽奖 就请按一按以上的连结 用一分钟填一填 这样再你达成目标就更进一步了 温馨的提示 今个月就只有10个优惠名额 期待你们的查询了